而由慈济之公所组成的勘灾团 第二批的团员呢 也在今天的凌晨两点钟 抵达四川的灾区 那么会合在一起 同时来进行各项的访试 还有就是烹煮热食的工作 因为慈济的勘灾团的定位呢 就是做灾民的后援 一方面提供的热食 暖了灾民的胃 也同时安了他们的心 接下来呢 就要来进行各项的访试 希望能够提供后续的支援 来看看这个图 就是这几天慈济人 在当地所进行的各项的复卫工作 已经一连六天了 在这个金山镇进行发放热食 从今天开始还进行了加护访试 那么另外呢 在今天第二批的看灾团的团员抵达之后呢 也开始决定将来 从明天开始就要在洛水镇 这边的洛城村 来进行发放热食 关怀灾民 那么来看看呢 在今天在金山镇 除了烹煮热食 带着去许多多的灾民 他们让他们自己的付出当中 也成了志工 忘却心中的伤痛之外呢 也来进行挨家挨户的访试 一方面把个案资料记录下来 也希望能够在当地给予更长期的援助 在心里 我很害怕的 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 身体有没有哪里疼啊 没有 晚上睡觉睡得好不好 很好的 很好的啊 温馨关怀 安定灾民 惊吓的心 蓝天白云的脚步 在金山镇穿梭 进行访试 这么勇敢的 这么坚强的 有信心的这样子在一起 这么快的 渡过那个时间 好不好 看到志工到来 赶着出来迎接 他是北川一中的学生 赵健 地震发生时 五楼校舍瞬间移为平地 左脚被埋在土力堆中 四五个小时 这个地方会马这样子 这边有一些刮伤嘛 洞还可以啦 可以 脚洞可以 OK 凌晨才抵达四川 刺激志工王家綺等人 立刻投入访试 他细心的关怀 和志工连日来爱的抚慰 全都温暖了 赵健的心 不说 来了两天都不都说 一时那些叔叔伯伯来了 才是 你们那些师公师父接来的 才可以鼓励他 他才说话 然后到了昨天 前天两天 我心里就放下了 姨婆说 只要看到 刺激的师姑师伯 赵健特别有精神 直到我们在灾区里头 烹煮热食给灾民食用 赵健特地来帮忙 赵健特地来帮忙 帮忙办饭 服务灾民 投入的这一刻 让赵健忘记了地震带来的大恐慌 忘记了自己现在也是灾民的身份 他只是一个想要付出的人 慈激刊灾团 黄紫玲 林欣宏 四川报道 用双手付出 就是最好的心理复健 这就是慈激之工在灾区 希望带给许许多多 在您重新站起来的希望和机会 那么刚刚提到 第二批的震灾团的团员呢 在今天凌晨两点钟 才刚刚抵达 今天一大早呢 就前往了在洛水镇的洛城村 来进行刊灾 这个洛城村呢 当地的地震灾情非常的严重 超过九成以上的房屋跟学校都倒塌了 这个地方呢 我们特别选择 为什么要在洛城村呢 这个地方呢 一方面它这边有四万多人 那么在这次有四百二十个人要罹难 同时呢 在当地人多 耕地又少 那么经济作物是大算 但是呢 这次也受到了地震的灾难 所以呢 收成也不保了 许多的居民 现在三村根本没有办法得到食物 所以志工们经过勘察之后 决定就要在洛城村来住点 从明天开始呢 就要为当地的居民捧煮热食 刚才提到 一碗热热的食物 给暖了灾民的胃 同时也安了他们的心 心安定下来 就有希望 所以接下来呢 有医疗背景的志工 也将看看当地民族有任何的需要 也要抚慰他们的病痛 跟着洛水镇的书记 慈济之工来到洛水第二小学边的空地 我觉得就在这就比较好 这个地方如果是就在这 慈济之工还有当地的这个领导 以及书记 在协商之后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洛水镇的这个洛城村 决定将会在这里设立医疗点 住手的地点有了着落 志工未来就要在此邀约 村民共同烹煮热食 和简单的卫生防疫 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断垣残壁 这些房子的主人在哪呢 过得好不好 身体有没有病了 受伤了 志工们想到这些 随即下降夫未灾民 明年中午到他们那个 一入九竹间去共训午餐 用自己的筷子会比较健康 这个是他们台湾带过来的 谢谢谢谢 感谢你们的家之士才可以了 伯伯你跟他一过来 我爱你 你要说你啊 我也爱你 妈妈赶快抱一下 不要哭了 不要再哭了 你看 女儿陪着你 妈妈不要再哭了 好不好 加油 加油 有越来越多志工爱的接力 透过歌声触动人心 别再哭 别再伤心了 收起眼泪 慈济和落水镇的缘 慢慢蔓延 慈济看灾团照摆寻销红树 大陆四川采访报道 没错 现在在四川的重灾区里面已经展开了爱的接力 也看到了许许多多从人性本善所发扬出来的爱心行动 许许多多的人呢 就是发自内心的对许许多更需要的人伸出援手 比方说才九岁的一位灵浩 面对一直不断的强症 居然还两次进入灾区 背起他的同学来脱困自己都受伤了 所以今天证言商人特别提醒大家 现在呢 慈济志工组成了勘灾团进入灾区 不单单是抚慰身体上的伤痛 同时也提供热食 更重要的是要用智慧引领灾民走出悲情 头上的伤疤跟受伤的守备 是九岁的林浩在地震发生时 有感救出同学的证明 同样伟大的 还有为了救出更多学生 三次进入灾区 最后却不幸罹难的沟老师 不管上怎么样的悲啊痛啊 可是呢 在当中呢 还可以产生了许许多多呢 温馨感人的 人性的本善啊 可以看到了 喜喜多多干人的事情 强证过后第十天 搜救行动持续进行 慈济志工在灾区 除了评估如何援助灾民 第一步就是成立热食供应站 为辛苦的搜救团队坐后盾 也邀请灾民一同参加 希望起心合力的感觉 可以让他们暂时忘却心中的伤痛 但愿这众相机能引领他们走出来悲痛的伤情 期待他们化悲痛为力量 互相帮助 互相支援 长镇振垮了许多房屋 也振出了人性本善的爱心 当时间慢慢抚平 有心伤痛的同时 更需要我们用大爱 来抚慰心理上的创伤 大爱新闻 我黄思琪问我家 花脸报道